廉价航空再出包 延误12小时 送败饭入鬼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廉价航空又出状况了 天天除夕早上英机卸故障 飞龙航空飞飞绿宾长滩岛的班机 让旅客苦等19小时 终于在昨天初一凌晨起飞 但前晚预计从长滩岛飞回的班机 却延到左早7点才起飞 百云民旅客也因此延误12小时 气得慢动作下机 加上航空公司处理方式 哀哄草率随便 旅客抱怨 林夜饭想拜饭 饭店如鬼屋 几片炸猪排 完全没有菜 也没有配料 那个 冥界的好兄弟师 好像要送给那些好兄弟师 拜拜的 我们拜拜都还比他好 好几百倍万 最后经航警沟通协调 旅客财愿下机 飞龙也开立延误证明 给每位旅客2000元古偿金 对于廉价航空屡屡出包 准交通部长叶匡时 昨天视察机场时表示 会进一步研究 廉价航空的督导 确保旅客的权益 动新闻 桃园报导